好 獨家帶您看到新聞是板橋十一號凌晨發生這起掳人案件 一名有竹聯邦背景的游信男子 先前跟幾名黑幫同理家族成員原本合作要投資燒烤店 沒想到游信男子卻私吞了三百萬元 嫌犯不滿 糾重掳人討債 這九個人是開著百萬的夢幻鄉行車犯案 把他強壓到摩鐵談判 過程當中還毆打淋虐 遭警方逮捕 男子雙手被上課 表情痛苦 全身還有多處紅腫 因為不久前 三輛車陸陸續續的路口停下 救命惡煞浩浩蕩蕩下車 看準被害人將他強壓上車 過程中還對他毆打淋虐 當時嫌犯把被害人強壓上車之後 一路從板橋帶到萬華的民宅毆打淋虐 接著又帶來這個新裝的摩鐵來相約談判 而這一連串的暴力行為 一切都是因為一起上百萬元的債務糾紛 事發在新北市板橋十一號凌晨三點多 原來以徐姓祖賢為首的討債集團 和被害的尤姓男子 原本一起在海外合作投資開燒烤店 徐姓嫌犯等三個人付了三百萬元之後 沒想到尤姓被害人捲款潛逃 答應要分起償還也沒還 嫌犯心聲不滿 揪咒路人討債 警方貨報迅速抵達現場四個小時內 巡線找到涉案嫌犯 他們也坦承犯案 根據了解被害游姓男子是竹聯邦清堂的成員 因為私吞款項遭對方動用私刑 自知理虧不願意提告 但嫌犯仍然被依照妨害自由 傷害罪送半 打雙方疑似有債務糾紛 那被害人因為未如期還款 導致徐姓祖賢心聲不滿 並糾重強壓 並談判討債 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徐姓祖賢 涉案的九個人 大部分都是黑幫同理家族的成員以及幹部 這回犯下滷人案 最後還是通通被逮 記者陳宇 薛薛華 新北市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